随着空污日益严重 和食安危机频发 癌症就像是随时 可能敲门的恶客 让人提心吊胆 国建署2017年 癌症登记报告更直指 癌症新发人数 已达10万5156人 虽然年度死亡人数 微幅减少500多人 但平均每10分56秒 就由一人因癌丧命 相较前一年 已足足增快6秒 越来越多民众闻癌色变 逼得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不能再以传统医疗做法为先 以前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会像老医生老教授一样 只能在皮肤上面 画一个大圈圈 说你去那边做孤六十 但是因为这些新的药物的研发 新的诊断的技术的发展 新的治疗的技术 放置治疗技术的发展 每一样的专业性 越来越深 这个水越来越深 深到一个人没有办法去了解这全部的时候 那就开始要分工了 事实上 人类透过放射线治疗癌症 已有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 主要原理是利用放射线照射于人体 所产生的生物效应来杀死癌细胞 近20年更由于高效率电脑运算的发明及电脑断层的应用 让放射治疗的准确度明显提升 副作用也大幅减少 新释放疗尤其着重于强度调控与影像导航两大面向 其中IGRT影像导航放射线治疗 尤其是针对肝肺等 会因呼吸起伏而移动的器官设计 其他项射护线也会随肠胃空气量 膀胱尿量而改变位置 容易治疗失准 误伤正常细胞 因而需要影像导航来精准对焦 而简称IMRT的强度调控放射治疗 则是基于它能够细微调整放射线光束 集中火力杀死矮细胞 以BNI为例 过去九成患者接受放疗都会伤害唾液线 如今受影响的已不到两成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肿瘤 旁边有一个正常的组织 那你这个S光打过来的时候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角度 而且调整说 这个范围里面 这边有肿瘤要强度比较高 这边有正常组织强度比较小 或者是都没有 你可以去做这些调整 那这些调整的 就是变成一个新的技术 近期的癌症治疗除了追求新技术 台湾各大医院也积极采购重装备 其中自领口长根率先于2015年 其用直辞机放射治疗中心后 台湾一跃而成及日本韩国大陆 第四个近身启用直子治疗的亚洲国家 紧接着 卫福部先后发出八张 包含直子及重粒子治疗中心的设立许可证 中国医药大学更是其中 唯一同时领到两张许可证的医疗院所 我十几年前就有计划要买 但是直子对治疗一般的肿瘤效果是相当好 可是有些像泪漏瘤的肿瘤 可能直子效果就不是那么好 像这种对它重粒子 胎子目前是还没有用到病人临床 还没有用到临床 现在在研究 可是我们有看到这方面 它的效果应该是比直子 重粒子会更好 就更高端 所以才考虑说三个一起买 全世界大概是第一步 对医界来说 透过粒子治癌 俨然已成为全球医疗领先者的必然趋势 因为相较于传统体外放射的光子治疗 诸如直子重粒子的疗法 更能将能量精准释放在肿瘤部位 相对减少对临近正常组织的伤害 S-ray的目前最常用的 不管是螺旋刀什么刀 叫了很多名字 锐利刀什么 基本上都是S-ray 都是S-ray 它X光跟重粒子跟直子的差异在于 X光的剂量会是一个 表面慢慢到里面越来越少 所以它的副作用就是 很多都是皮肤表层 如果一个肿瘤很深的话 那个直子跟重粒子 它因为它皮肤表层吸收很少 它只有打到那个位置 才会真正的有能量释放 所以这个是直子跟重粒子 当然是U-E-S-ray 这一点在副作用上面 再来说杀细胞能力的话 也是比较强 因为它的粒子的辐射 它的剂量可以比较高 能够把癌细胞 杀死的能力比较好 就是S-ray这个 它不会完全不存在 不会因为这个 它有副补 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好处 OK 所以可以比如说把直子 把X-ray 把干嘛刀 全部做一个发射性质量 也可以这样做 这是砍曼色的皮这样 跟化疗一样 常常砍曼还是砍曼这样子 因为利用它的锁长跟锁短 这也是为什么贝荣会在2015年 在红国 红泰及银眼良集团 联手捐赠21亿新台币后 郑重宣布成立台湾首座 重粒子致癌中心 长根的林口院区 已经有了直子中心 南台湾的高雄还要再设 而台大在获得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大手笔投入百亿资金的 癌医中心市营运后 由永宁基金会和台大 合作建立的直子治疗中心 也预计在2020年完工 且在费用上 尽量给予病患最大补助 补贴范围甚至不必 非要三级贫护 一般中等收入 公交家庭的标准 也可以获得补助 目前全球粗估已有15国 先后添购了68部 直子及重粒子等 最先进的致癌重装备 治疗超过15万名病患 不过美国国家 癌症研究院杂志 仍以一篇最新的研究报告提醒 直子虽然是治疗人体身部肿瘤非常好的放射治疗武器 但如果考虑病患治疗时 因呼吸变化所导致肿瘤的瞬间位移 或者肿瘤每日缩小的幅度 多数接受直子治疗的病患 都容易产生较高的胃肠道毒性 也就是没有命中目标 反而把放射能量释放在正常组织里 现代科技在这个部分还在思考有无解决之道 全球近年来个医院的军备竞赛 要当心可能衍生更多的医疗财务黑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